台灣的玩家們 你有聽說現在買 PS5 不用再搶資格綁大禮包嗎 這消息是真的喔 2023 年遊戲業的第一個大消息 就是發售了整整兩年的 PS5 主機 終於在亞洲區的供貨恢復正常了 其實 PS5 供貨正常化這件事 早在 12 月初的 PS 夥伴大獎 2022 頒獎典禮中 Sony 官方就已經公開宣布過了 當時的開幕演講中 SIE 總裁 Jim Ryan 表示 他們已經成功解決了供應不足的問題 並保證從年底的購物機開始 會陸續提供亞洲和日本區更多的 PS5 主機 只是當時大家都以為總裁的宣言 不過是信心喊話 聽聽就算了 現在證實這句話看起來不是口說無憑 根據日本法米通在 12 月 11 日到 12 月 18 日的銷售統計 可以看到 PS5 數位版和光碟版的銷量高達 7 萬台 比起過往多出許多 同週發售的 Crisis Core Final Fantasy VII Reunion 重製版 也順應主機的銷量在 PS5 上賣出了 5 萬 4 千多套 PS5 軟硬體的銷售都有了相當的成長 巴哈姆特編輯前往日本實地觀察門市的銷售狀況 可以看到現在依然需要排隊購買 但排隊人龍不長更不用透過抽選取得資格才能購買 供貨量的確相當充足 而在台灣所有的通路最近都陸續收到了 PS5 的新進貨 讓我們點進巴哈商城一看 戰神諸神狂魂 PS5 台灣專用機官方同魂組 目前不用抽選 直接開放給所有玩家預購 如今全球順利撲獲的情況下 Dream Rime 在美國消費電子展 CES 2023 中 發表了銷售成績單 2022 年 12 月 使 PS5 立來賣最好的月份 全球銷售量已經累積突破 3000 萬台了 登登檔終於等到這麼一天 可以輕鬆入手 PS5 主機 把許多想玩的 PS5 遊戲買一買 在春節過年期間開心玩起來啦